我们今天所要读的上帝的话 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 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 你们要以基督耶稣作为榜样 他原有上帝的本质 却没有滥用 跟上帝同等的特权 相反的 他自愿放弃一切 取了奴仆的本质 他成为人 以人的形体出现 他自甘卑微 顺服之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上帝高举他 达于至高之处 赐给他那超越一切的名号 这样为了尊崇耶稣的名 天上人间和地底下的众生 都得向他下拜 众口要宣认 耶稣基督是主 同送父上帝的荣耀 你们要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我们一起祷告 死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你 今天能够到你的面前来崇拜你 特别当我们念到这些圣经章节的时候 直到你自己 爱我们而到世界上来 我们的基督我们的基督耶稣来 求主今天感动我们 让我们每一位进入这圣殿的都能够受到你圣灵的感动 靠耶稣的名 你们当效法我以后 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 学向耶稣 始终是在教会的信徒中间最愿意说的一句话 有许多的歌都以学向耶稣作为他们的题目 或者是忠心思想 效法基督 学向耶稣 是每一个信徒所应该做的事情 可是当我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难免会感觉到很空洞 我愿意效法基督了 我到底应该怎么样的效法呢 今天我愿意给一点很具体的建议 看看我们怎么样来效法我们的基督 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 首先让我们来效法基督的眼睛 很难 没有一张画真的把基督的眼睛画了出来 今天所画的画 我相信没有一个真正就是当年耶稣的形象 如果我们到今天为止 找不到真正一张耶稣的画像的话 我们怎么来学 怎么来模仿 怎么来效法呢 我相信我们这里所说的效法 不是效法耶稣基督肉体上的任何的一个器官 我们说的效法是效法他的精神 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的眼睛 看看基督的眼睛到底怎么样 来看一看耶稣基督的眼睛是怎么样来看人的 当耶稣行走在加利利海滨的时候 看到许许多多的人走来走去 不断的在忙碌 我心深的相信这些里面有各行各一的人 他们在忙碌着各样的事情 可是从耶稣的眼光看出来 他们却是一样的 他看到那些人是流离失所 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 尽管那些人自己有自己的家 很美的家 可是他们这些人是流离 彷徨 觉得没有依靠 没有帮助 没有力量 他们失所 虽然有一个家 可是这个家是多么的短 多么的展示 我们人人都知道世界上的任何的关系 世界上的这些家等等 都是一个很短很展示的 耶稣看出他们基本上的需要 每一个人好像佛品在水面上一样 是流离失所 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 羊需要牧羊人 假如羊没有牧羊人的时候 这些羊就不晓得何去何从 牧羊人懂得羊 牧羊人爱护羊 保护羊 而耶稣所看出来的当年这些人 好像是羊没有牧羊一般 当年的人是流离失所 好像羊没有牧羊一般 可是今天的人又是怎么样呢 假如我们真是有个很美好的家庭 有着很好的学业的基础 而且也有一个很成功的事业 如果这个人没有主的话 他同样是一个流离失所的人 他同样是好像羊没有牧羊一般 许许多多的人 我们看出他是一个成功的人 可是他同样的感觉到悲哀 同样的感觉到有这种流离失所的感觉 求助帮助我们 让我们从今以后 我们的眼睛就像耶稣的眼睛一样 去看人的需要 耶稣从来不看一个人的外表 他穿着的怎么样 他的学问有多少 他的地位有多高 他的财富有多少 耶稣基督不看这一切 耶稣是一点都没有偏见的 看我们内心的需要 他看出来我们人的灵魂深处的需要 到底在什么地方 就在那些需要的地方 主就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效法基督吗 让我们效法基督的人 有基督一样的眼睛 以基督的眼睛来看 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事情 以基督的眼睛来看 世界上所有的人 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人 我勉励大家来效法耶稣基督的耳朵 他的耳朵到底咋得怎么样 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 可是我们却知道 他的耳朵是听怎么样的声音 在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 痛苦的声音 哀哭的声音 可是这些声音有没有人去听呢 我们今天所喜欢听的是什么 谢谢人家恭维我们的声音 赞美我们的声音 我们喜欢听的是大笑的声音 狂笑的声音 我们喜欢听的是一些歌舞的那些声音 可是是不是今天世界上的人 他真正的声音就是这样的声音 今天的世界上的人 跟过去世界上的人一样 有许多的手正想哭而哭不出来 想哭因为没有人听 所以他哭不出来 耶稣基督走在路上的时候 就听见那个瞎眼的说 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 可怜可怜我吧 耶稣走在路上的时候 听见有马蜂病的人这么说 我是不接近的 主啊假如你啃 你能够接近我 耶稣所听到的是 南英城里的一个寡妇的哭的声音 他说寡妇只有一个独养儿子 可这个独养儿子又偏偏在这个时候死了 他所有的希望都基督在这个独子的身上 而这个独子又死了 他能不哭吗 耶稣基督听到许多人 正是在犯罪的中间 他的苦恼 耶稣所听的就是这些声音 不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上 你我所听到的是什么 假如我们能够 在每一个家庭有个录音机 他都不知道 而明天可以把这个录音机 都收来的话 不知道所录的音是什么声音 这些 大部分是一些很美的 很甜的 互相鼓励的声音 还是我们听到是埋怨的声音 叹气的声音 哀哭的声音 这些声音有谁去听 不一定我们真正能够去帮助他们 只要我们能够去听他们这些痛苦的声音 已经够了 只要是真的能够安心地注意听对方面 内心中间的倾诉 这已经是替耶稣基督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件事情 像基督一样的来听许多人的哭声 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人 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口 听听在他的口里所发出来的到底是怎么样的言语 亚哥曾经讲过 他说在同一个水源里面 不能够有两种水出来 假如这个水源是甜水的话 那么水都是甜的 不会有苦水 假如这个水源是出苦水的话 那么都是苦水 不会有甜水 亚哥说 唯独我们人在我们的口里又是说的很苦的话 又是能够说很甜的话 有的时候我们能够赞美主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责骂人 只有我们的口啊 在同一个口里可以说出很多很多的话出来 让我们来效法基督 能够不能够有许多的很美的很有意义的话 能够在我们的口里说出来 真正能够去帮助别人 耶稣说 时候到了 天国尽了 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这是多么有希望的一句话 在当年很多人听了这个信息以后 就真正的悔改进到上帝国里面 能够不能够在我们传扬上帝信息的时候 很多人得到希望 能够进到上帝国的里面 当一群人 真是在很大的痛苦的中间 有很重的担子不能担负的时候 耶稣基督说 让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 我必使他的安息 我们这些人各个都是有劳苦重担 可是我们只要到主的面前来 就能够得到休息 能够不能够在我们的嘴里 说出这样的话来 让那些真正劳苦担重担的人 能够得到帮助 当一些生病的人到 耶稣基督面前来的时候 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 这是多么美的一句话 当一些人抓了一个正在行奸淫的那个女人 把她抓到耶稣的面前 他们要用石头打她 你们能够想象到 那个女人心里是多么的难受 又是羞愧 又是惧怕 可是耶稣那个时候就说 假如你们中间 哪一个没有犯过罪的 可以第一个用石头 打在那个女人的身上 当这句话说了以后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那些在边上的人 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的离开了 因为每一个人都犯过罪 过了一会儿 耶稣问那个女人 这些人呢 当那个女人抬起头来看一看 旁边那些凶巴巴 要打死她的人 一个都不在了 耶稣就告诉她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平平安安的去吧 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 这是多么美的声音 当这个女人听见这个话的时候 是多么得到安慰 更加的羞愧 可是没有害怕 我深深地相信 这个女人回到家里 一定是完全的悔改 当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的口里怎么样 说不定拼命去宣扬 说那个女人真坏 也许说得更加坏一点 可在耶稣的口里 所说出来的话 是多么的有权威 安慰了人 饶顺了罪 让一个人可以悔改过来 耶稣的口里曾经说过 许许多多的话 帮助许多的人 我们能够不能够在 适当的时候 碰到适当的人 讲一句适当的话 去安慰别人 帮助别人 让许多耶稣 曾经讲过的话 在我们的口里 说出来 那才是模仿 效法耶稣了 让我们要 效法基督的人 要效法他的手 他的手是怎样的手 我们没有看见过 我们想他的手 一定是一双 非常粗糙的手 他在很小的时候 月色已经过世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家庭 耶稣有四个弟弟 有两个以上的妹妹 至少有八口之家 而他是长子 月色过世以后 这整个的家庭的责任 在他的身上 他是做木匠的 以这种木匠来营生 他的手一定是 很粗糙的手 可是这不是我们所要说的 我们所要说的是 这些手 这个手他到底曾经 做了些什么事情 当西门的岳母 生病的时候 耶稣的手就伸出来一拉 把西门比的岳母 就拉起来 他的病就好了 当那个长麻风病的人 说求你救救我吧 你若肯你能够接近我 耶稣说我肯你接近了 耶稣就把他的手 就抚摸在有麻风病人的身上 你我敢吗 当一群小孩子 跟随在耶稣后面的时候 当年的小孩子 没有今天小孩子的地位 这些大人就说 走走走 小孩子走开 没你们小孩子的事 可是耶稣却说 不要禁止他们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因为进天国的 就是像这样的小孩子 在这个时候 他把他的手 扶摸在孩子的头上 一个一个地为他们祝福 可这些还不够 最后耶稣基督钉死在 十字架上的时候 就是把钉 很粗的铁钉 钉在他的手上 他的血从他的手上流出来 就是因为他的手 就是因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得到拯救 感谢主 因为耶稣的手是 象征着他的牺牲 让我们的手也去做 很多的事情 更是有一双 牺牲的手来 帮助世界上 有需要的人 我们这些愿意 效法基督的人 让我们来效法 耶稣基督的脚 我们不知道 耶稣基督的脚 是怎么样的 我们却知道 耶稣基督的脚 就是整天在奔波 从一个地方 到一个地方 从一个地方 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传讲 天国的福音 教导人 抑制人的疾病 尽管他是这么样的疲劳 一天到晚的奔波 没有休息 可是我们却知道 只要他脚中所到的地方 就是福音所到的地方 他的脚中所到的地方 许多的人 能够得到帮助 瞎眼的能够看见 缺子能够行走 笼子能够听见 穷人有福音听 还有死人能够复活 耶稣曾经 他的脚中所到的地方 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 人家还以为 耶稣有个很好的住所呢 所以有一个人就问耶稣说 你住在什么地方啊 很想跟着耶稣一起去 享受一下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上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哪怕是湖里一个野兽 他都有一个洞 这个洞说 这是我的家 飞鸟 麻雀 那么小的动物 可是也有棵树 树上也做一个潮 他说 这是我的窝 每天晚上就进到那个窝里面去 湖里有洞 天上的飞鸟 有窝 可是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他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 枕头的地方有多大 很小一块地方 可是连这样一块地方都没有 可是让我们来效法基督 因为有更大的使命给我们 圣经上告诉我们那 保福音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脚总是何等的加美 让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的脚 让我们所到的地方 就是一个加美的地方 就是好消息所传播到达的地方 假如我们能够学向了耶稣的眼睛 耳朵 口 手 脚 这些都学向了 而没有耶稣基督的心 就没有用处 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 要学向耶稣 就要学向耶稣基督的心 看看耶稣基督的内心 到底是怎么样 只有学向耶稣基督的心以后 然后这一切才是有用的 耶稣基督的心是一颗谦卑的心 他本来是在天上 是上帝的儿子 是享受天上的尊贵荣耀 可是他却是从天上一直降到地上 不是降在帝王之家 也不是降生在一个普通的地方 而是生长在一个马槽里 他到这个世界上来没有做国王 他是以仆人的身份出现 谦卑 每一个要学向基督的人 要学他的谦卑 没有一个骄傲的人 能够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一定要须及 我们怎么样谦卑 我们谦卑的程度 都不如耶稣是从最高的地方 到最低的地方 我们的谦卑只有谦卑一点点 而是耶稣的谦卑 是从最高的到最低的地方 我们要学向耶稣基督的心 我们要学他顺服的心 顺服是多么的困难 每一个人都感觉到 我的自我是最好的 最大的 觉得我的主张是最好的 尽管对别人是客气 可是我们心里都认为 我的是最好的 顺服的人 不能在上帝面前说 我的是最好的 要在主的面前说 不管我今天有什么 我已经顺服你 只有你的才是最好的 顺服的耶稣基督 是像耶稣在科西玛尼院一样 他在祷告的时候 尽管希望这苦悲撤去 这苦悲出去 不是他的贪生怕死 而是再度的希望出去 能够帮助那些犹太人 试试看他最后的努力 可是尽管他有这么 崇高的使命 他还是说 不是我的意思 乃是你的旨意成全 最后他还是走上了十字架 假如耶稣基督 没有科西玛尼院的经验 就不会有格格他 死在十字架上的经验 他所以能够死在十字架上 就因为在科西玛尼院 有这种顺服的祈祷 要学向耶稣的心 效法基督 要有耶稣基督的爱心 他的爱心才是 所有这一切的基本 因为有着爱 所以就有所有其他的一切 假如没有爱 一切都没有 假如我们要效法基督的话 我们务必要效法基督的爱 有许多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感觉到 我们的爱是穷呢 许多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 这些人怎么能够让我爱呢 假如专门是选着可爱的去爱 有什么稀奇呢 有那些不可爱的去爱 那才是稀奇 可是不可爱的人 又怎么能叫我们去爱呢 别忘了上帝就是爱 假如我们真正能够 接受耶稣基督 在我们心里的话 我们要去爱别人 不是一件难的事情 假如没有耶稣基督 在我们里面 而偏偏要说爱 这其实叫口号 因为等我们真正去爱人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很大很大的困难 我们要效法基督的人 务必要效法他的爱 不但是效法他的爱 哎呀他的爱在我的里面 才能够以他这样的爱 去爱所有的人 效法基督 学向耶稣 是一句很好听的口号 可是做起来却是很困难 今天我介绍给诸位的一些 实际上的一些经验 是耶稣自己的经验 能够不能够把他的经验 就当作我们的经验 以耶稣基督的眼睛来看人 以耶稣基督的耳朵 来听别人的话 以耶稣基督的口 来说耶稣基督的话 像耶稣基督的手一样的 不断去帮助别人 甚至于牺牺牲自己 像耶稣基督一样的 到处去奔波 为了传扬耶稣的好消息 最后 假如没有耶稣基督的心的话 这些都做不成功 让我们有耶稣基督呢 谦卑的心 顺服的心 慈爱的心 当别人感觉到痛苦的时候 好像我的痛苦一样 到那时候 我们才是真正学到了 耶稣基督的心了 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让我们在这短短的时候 思想到耶稣基督的一切 求助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信徒能够更加的坚信 让我们要学向耶稣 要效法我们的基督 我们明明知道这是困难的 可是我们相信 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是做得到的 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 到现在为止 还不是基督徒的 如果今天他愿意 决志相信耶稣 想效法基督的话 求主今天就感动他 让他今天就决志相信耶稣 靠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请不吝点赞美你 请不吝点赞美你